最近你们收到 猫粮 狗粮 零食 面膜 女生用品 还有大米的快递 一定要先检查快递上有没有被扎孔 这四个判断技巧要牢记 并且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1.当我们拿到快递时 要先检查外包装有没有动 摸一下里面 看看有没有凸起 针孔一般很明显 大小不宜 分布不整齐 记得摸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 2.把产品包装放进水里面 轻轻按压 看看有没有气泡 如果咕噜咕噜的冒气泡 就要小心快递已经被人扎了 3.在包装表面涂一层肥皂水 轻轻按压 如果冒泡 说明包装很可能被人扎过 4.把包装袋卷起来 如果卷起来之后包装还是鼓的 没有肉气 就是没有针扎过 如果发现快递有问题 要及时联系商家